今天给大家拆的是我种草很久的 这个屁屁股超级市场 选了4个 给大家看一下 哇真的很可爱 这它有很多是透明款 我也看过很多开箱 很重测 那我们就拆吧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谁 我希望都能拆到就是透明的 哎 哦开心 第一个就拆到了 我看一下 这个很特别 珍珠奶茶 然后它放在一个这种 就是超市的那种盒子里面 卡片做的好用心 那我们来拆一下网盒 哎呦 倒立开盒 哦怪不得摇不出什么声音呢 嗯好可爱哦 里面是那个珍珠 我们把它就装一下 太可爱了 这个珍珠 这个这个珍珠也有那种小表情的 好可爱哦 每一个都有小表情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上面 放进去 然后封上 哦好可爱 上面还有个小吸管 然后然后这个屁屁股还在流口水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透明的造型 哎 后面真的有一个屁股 但是跟它的大碗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它们的大碗 这个就是屁屁股的大碗了 我当时放了很多烂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看看好好看啊 好 这个幸运的就放在这里 这个放在这里 给我招幸运 希望能抽到个隐藏 哎呀 我已经真的好久没有出过隐藏款了 好 我们继续抽 如果出不了隐藏款 全是透明款的 我也会很开心 哦 这个是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话就是蜜桃乌龙 又是一个透明款 开心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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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回来了 我把它剪开了 哇 这个也好好看哦 这个是 这个是那种粉色的 就有点西瓜粉的感觉 然后里面是那种 小蜜桃的那种小配件 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也把这个小配件 放进去了 然后这个小配件呢 是小桃子的样子 而且是有表情的 然后这个小叶子 小叶子没有表情 然后我们把 屁屁股盖上去 屁屁股 盖上去之后就特别的治愈 特别是这个声音 好幸运哦 抽到了封面 是不是很好听这个声音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透明款 因为它也是没有声音的 哈哈哈哈 我现在已经有点飘了 我觉得 看到没有 炸鸡啤酒 又是个透明款 嘿嘿嘿嘿嘿 呵呵呵呵呵 开心 开心 里面会有一只炸鸡 哎还有冰块 哦因为啤酒里面有冰块 这个冰块做的好好哦 这个冰块绝对是好评 这个冰块是有点坏掉的冰块 它的四周是很圆润的那种冰块 然后这个炸鸡是很可爱的炸鸡 它是有小表情的炸鸡 好可爱哦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 然后就是炸鸡啤酒啦 哇也好可爱 然后这个啤酒是被喝掉一半的啤酒 它不是满杯的 它是喝掉一半的 哇这个太可爱了吧 哦图片还不感觉 但是看食物真的过分可爱 如果再能抽到莫吉托 那我觉得完美了 我觉得莫吉托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也摇不动 莫吉托 莫吉托 嗯 这个是谁 这个是草莓蛋糕 看看是不是透明的 草莓蛋糕 我们来看一下草莓蛋糕是不是 哦不是 草莓蛋糕 它不是透明的 它是一个做成蛋糕卷的样子 首先是一个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还挺重的 上面有一个餐布 餐布 然后然后这个是草莓 草莓蛋糕 我看一下有 哦里面有东西 我以为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 因为它没有透明的嘛 那我们把这个草莓放进去吧 哦草莓上面有小表情耶 好可爱耶 虽然你不是透明的 但是里面也有东西哦 然后可以站在上面 当一个 当一个蛋糕卷 宝宝们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完了 我觉得我还是挺奥气的 可带了三个透明的 好了 宝宝们拜拜